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 2月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 我是宁钦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 中国黑客频频出击 中国是否正成为网络世界 最危险的超级大国 非法移民合法化 美国为何在这个问题上 进退两难 最后春节将到 我们的各位嘉宾呢 将点评他们所怀念的 中国的人事物 献上对中国的祝福 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 分别是人权组织 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丽先生 马里兰大学美华中心主任 戴博先生 他的英文名字是Robert Daly 美国之音中文部主任 龚小夏女士 以及政论作家 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陈破空先生呢 是从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 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 一则有关网络的话题 一个星期以来呢 几个和中国网络行为相关的新闻 引起广泛的注意 首先是美国纽约时报 等多家权威媒体 宣布遭到中国黑客的攻击 引发强烈的关注 其次 网络巨博 谷歌公司的董事长施密特 在其新书中 称中国是全球最危险的超级强权 因为中国政府和国营企业 不惜透过网络犯罪 来获取经济和政治利益 最后 美国政府宣布 将制定法规 允许总统再有证据 显示美国即将遭到 来自海外的网络攻击时 下令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 那么尽管中国一再的否认 中国为何成为国际社会 眼中的网络无赖国家 网络决力将如何改变 未来国家之间的竞争 乃至战争的方式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那么首先请纽约的破空 来跟我们说一下 我们知道纽约时报 等主流媒体 遭到这个黑客入侵以后 中国外交部 还有人民日报 等这个中国的官方媒体 和这个政府 都义正词严地否认 参与了这件事 那么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国际共识还是觉得是 中国政府是这个幕后的操纵者 那么主要的证据是什么 请你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中国的黑客 跟别的国家不同 就是它由政府在背后主导 因为这次的对纽约时报 或者华盛顿邮报 和华尔街时报的攻击 就类似于其他 以前美国所发现的 由中共的军方所操纵的 攻击的这个模式是一样的 尽管他们扰到一些大学 我们知道中共对这个 其他国家 包括美国 欧洲 和甚至于西藏联网政府 台湾 还有海外异议人士 这些他们的网站 他们的这个电脑 和他们的电子邮件的攻击 是由来已久 在2011年的时候 2010年的时候 谷歌退出中国 不仅仅是因为 谷歌忍受不了 中国的这种 网络封锁制度 关键是中国那边 对他进行了 这个代码的窃密 和他的网站的攻击 说谷歌是忍无可忍 退出了中国 我想这些事情 都是有目共睹的 好 大伯 我们知道 其实对于中国黑客的行为 已经过去多年来 已经有不少的报道 那么很多的数据也显示 比如说全球 三分之一的网络攻击 三分之一的网络攻击 实际上来自中国 那么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这一次 纽约时报 把这件事情曝光以后 引起那么大的反响 就是说实际上 大家也知道 中国黑客很活跃 但是为什么纽约时报 或者是其他媒体的曝光 引起那么大的反响 跟以前有什么不同 其实我觉得那个纽约时报 他们对于中国来讲 一直是胆子比较大的 如果你看他们那个 中文版的那个网络 他们是把纽约时报的 所有的消息 包括那些敏感的消息 都放在上头去的 华尔街没有这样做 金融时报也是小心翼翼的 可是纽约时报是 明明是有野心 要在中国做一个 比较全面的一个报纸 所以这次 因为他们砍登了 有关那个温家宝 他们家里人的 所有的这些财富 很多那些官员 尤其是那个 红第二第三代 他们联财的这些问题 明明是跟这些有关系的 他们肯定是做出了一个 很大的很重要的一个决定 很多美国的公司 一直是受到 这方面的攻击 不敢讲 为什么呢 第一他们的股东 会觉得他们的那个 商业秘密给窃取的 影响到他们的那个生意 另外是一种勒索 他们知道这些明明是跟中国 跟中国政府有关系的 可是如果他们说 所谓的使中国难堪 中国也会保护他们 纽约时报 我觉得是个非常大的突破 到此为止 其实这样子的话 是跟他们的那个 新闻价值更有价值的 很多人注意到 那个纽约时报 是一种英雄式的 对 这个就说起来吧 原来就中国 做盗窃商业机密 这个事情了 你问各个商业公司 特别是比较 就是高科技的公司 他们都能跟你讲一堆 这些情况 但是这些公司不敢说 那么这回事处到 纽约时报 当然也是一个公司的形式 可是它就是以说话 为自己责任的 所以纽约时报这一说 使大家很多 原来不太敢说的人 也就开始说 或者原来像 比如说这个异议人士 或者人权组织的 受到黑客攻击 他们原来说 听的人也不多 那现在大家一起说 所以纽约时报 一带头说 使这个新闻成为很大的新闻 我还注意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现象 是这个网络 这个攻击 用的全是战争语言 这现在 你说网络战 黑客攻击 发动什么样的命令 先发制人 对对对 都是战争语言 这非常有意思 这可能说明 现代互联网时代 这种也可以说是战争 它是以什么形式进行 建立在被黑客黑方面 有个人经历 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对这个这次对中国 是不是来自于 中国的黑客的袭击 它有基本上 有几种方法去辨识 一个最简单的 最传统的是IP地址 这很多就指向了中国 另外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模式辨识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这几年前 这个中国的黑客 它攻击了像 异议人士的这个 email 网站 还有这个流亡政府 西藏流亡政府 等等这些 这些显然是没有 商业价值的 就任何的这个商业的黑客 不会拿这个信息去卖的 没有任何商业价值 这可能来自于政府的行为 而这次攻击纽约时报 还有其他一些 这个报纸的行为 的方式和那 非常的这个接近 甚至是吻合的 这个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 在2010年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谷歌事件 因为谷歌发现 这个中国的黑客 进入了很多 异议人士的网站 然后他就提出抗议 然后感觉这个是一个 要如果不说 或者和中国进行配合的话 是一个放弃原则的事情 在那时候呢 他们就采取了行动 他们这个也没有 最终没有公布 这个哪些异议人士 这个受到这个 黑客的袭击 但是他们分别的 给受到袭击的 一些这个朋友啊 写了email 或者通知 说你的受到袭击 你要注意 其中包括我自己 当时呢 这个我在欧洲 和他们的主管 这个政策的方面 还做了一些交谈 怎么来应对 这样的事情 所以异议人士呢 像我自己 是选择不起公开 因为这个呢 会给很多人 造成一种恐惧心理 这恐惧心理 本身是我们要克服的 这时候呢 恐惧心理是不对的 所以呢 我们基本上 就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 我们会邀请专家 来替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我看到纽约18 在揭露这个 这次纽约18 被黑的事件里面 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细节 就是说为什么 这个东西 指向中国政府 那么他就说 以前跟你说的一样 就是对异议人士的袭击 和现在这个袭击手段 是一致的 还有就是说 中国方面 来自中国方面 对于美国军火商的袭击 也是用的同样的手段 还有一个最有意思 就是他们袭击的 在纽约时报 袭击的主要对象 就是那个张大卫 上海分社的社长 就是写温家宝那个 还有北京分社的社长 叫做杨金兴 那么这两个是 被黑的最厉害的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 我觉得就是说 他说这些黑客呢 都是早上北京时间 八点钟开始上班 然后八小时以后 就下班了 然后就说 就看得出是 他是有一个正规的 一个团队在这做 就像工作时间一样 这个里头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你也可以参照 中国国内的情况 和国外 他们针对哪些人 在就中国国内 都不能说叫黑了 叫控制 网络控制了 是不是 网管网警 他们怎么管法 管的是哪一类内容 他们对什么东西敏感 这跟国外一对比起来 是一致的 这也是一个旁证 我觉得他能小夏 我让破坑说一句话 他在那边 好像有什么要看 我想这个 除了网络攻击以外 还有一个关键词 叫网络窃密 就是说中国政府 他所做的 或者中共的军方 所做的 我们知道 除了就是在国内 是网络封锁 他在国外 是网络攻击 另外他有网络窃密 就是这个窃密 在2011年3月份 就是这一个月 美国的国防工业 就丢失了 两万四千多份的文件 而大部分的黑客 来自于中国 另外当时 那个德国的总理 去访问中国的时候 2009年 也当面向王家宝指出 德国的国防系统 或者企业 受到了中国的攻击 另外我们知道 在这个加州硅谷 有48家大企业 都被这个窃密 或者入侵 而这个窃密和入侵 伴随了什么 是知识产权的 这个进吞 在2011年 美国因为知识产权 而损失高达 一万亿美元 所以这个大部分 是被中国的黑客 所劫走 所以当时中美国的专家 就惊呼 这是人类历史上 最大的财富转移 所以我们看到 中国有一个末将 有一个解锋军的 这个少将叫张绍中 他就经常吹嘘一句话 他说中国用30年的时间 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 几百年的历程 事实上就建立在 不是在创新而创造 建立在抄袭 剖切 盗版上 在中国 10台电脑 就有8台 使用的盗版软件 这些软件大部分 都来自于美国 所以这种情况 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好 戴夫 我觉得中国政府 在这个方面 没有足够的考虑到 那个利和弊 像现在这个已经影响到 我们那个贸易关系 商业关系的 军事关系 政府关系 现在是称之到媒体的 而且不要忘记 他们是经过美国的 很多大学的电脑 对 而攻击了那个纽约时报 这个也称之到 我们的大学高校之间的 一些交流 我是在大学里工作的 这样子的话 所有的到美国来的 中国商人 记者 政府官员 甚至是留学生和学者 都会受到怀疑 都是嫌犯 美国的那个中央 那个调查局 FBI 已经叫了我几次 就是问了我 那么多留学生 是到美国来 到那个马大 和别的大学去 学习这些科技有关的 是否有可能 有一些人是 间谍是特务的什么的 所以中国政府 再也不应该感觉 他这些黑客 他攻击美国的网络 就是可以单独这样做 而不影响 他跟美国 在别的方面的一些关系 现在几乎所有的 到美国来的 这些中国人 都是一种嫌犯式的 你是来自于中国 你是否来 怎么怎么样 对 我觉得就是 刚才小夏讲的 就是说 这种黑客的攻击 尤其是网络世界的存在 它现在正在逐渐地 改变人民对战争的观念 实际上什么叫战争 这个要重新定义了 就是说 这个实际上 一直在讨论中 就是在网络世界里 收到攻击 是不是我可以用 传统的战略方式 去回击 这个一直是讨论的 我相信中国 这个黑客的攻击 会促进这个过程 而因为它是一个新的东西 每个国家都非常谨慎 因为对它的结局 不太能够有把握 而中国呢 现在是完全没有 不计后果的这些攻击 会非常影响 它的这个国际的形象 而这一点 因为它有具体的需求 还有一些文化背景 使得它不去在乎 但最终是会有一些 代价要付的 中国政府呢 一向它就说 这个新的战争形势 就是说网络战争的形势 中国政府可能觉得 很得心应手 因为它一向玩阴的 因为它不像这个 领空 领海 领土一样 被攻击非常明确 这个是非常不明确的 所以呢 我想中国政府可能很得意 它会觉得 我玩阴的玩得照过你 所以在新的战争形势下 中国是不能得势 我们正在看 对 小夏 这网络无国界 当时这个话说法 这个说起来很有意思呢 就是从国外这个角度说 整个这种黑客网络攻击 对国际法重新怎么定立 就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你说当年是间谍 就说什么是间谍 什么是军人 那日立马公约对军人怎么样 对间谍怎么样 你说一个穿上平民衣服去打人家 那么是算于 是属于犯罪 那是可以 以前是二战说可以吊死的 是不是 那么你穿上军人衣服 你打人家是俘虏 那么现在在这种情况下 你甚至都不用越过国界 在自己国内很安全的情况下 你做黑客攻击 你盗窃是别的 做的是传统的 这个间谍式的工作 那么国际法应该怎么处理呢 我觉得国际法和这个立法专家 都面临着非常严峻的讨论 所以美国他最近这个 就是刚刚我们在介绍里面提到 就是说他确实很重要 国防部讨论新的法规 美国怎么应对网络攻击 那么他现在就是说 如果有证据显示 美国遭到网络攻击 美国可以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 但是我们必须强调的 就是美国这说的是 对军方设施对军队攻击 而不是说对民用公司 但是对民用设施的攻击 也是如果是传统战争的话 你要是对民用的设施 对 跟这一点美国没有做出这个 也可以造成一个战争的行为 美国做了区分 好 请破公说一下 不是 在实际上 在有一个关键词我们要注意 就这一次在美国的这个舆论中 说了一个关键词 中国为这场战争制定了新的标准 就是网络战争的新的标准 实际上早在2011年的时候 美国政府就说了这么一番话 他说如果发现对美国的政府 军队和企业构成重大攻击的话 美国可以动用一切手段 予以还击 包括军事手段 实际上今年就把这一点更加明确化了 就说要使用网络武器 同时不排除动用军方的力量 因为中共那边 它首先为这场战争设置了一个标准 我再补充一下 刚才戴博先生讲到那个 就是大学的事情 实际上中国在那边 它是经常利用大学 中国的大学来做攻击 比如说谷歌事件就发现 它背后的证据是通过上海交通大学 山东的南乡高等技工学校 来进行电脑攻击 实际上这两个学校背后 都是中共的军方合作的背景 另外中共虽然对海外的媒体指控 网络指控是否认的 但是它有一次录了马脚 就是2011年8月份 它自己有个中央电视台 有个军事频道 它在介绍网络攻击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就是 中国的军方攻击美国网站的一个视频 结果后来海外舆论哗然 就说到中国自己录了马脚 承认了网络攻击 结果那段视频很快被 就是酸掉了 就是洗掉了 所以这些就是他自己都证明了 就他在通过这些 各种手段进行网络攻击 我想我们再提一下 就是谷歌公司这个董事长 施密特他写的关于 中国新数字时代里面 他把中国称为 最危险的超级强权 那么他里面说到一个原因 就是说中国动用各种 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 动用非法的手段 来窃取政治或者军事 或者经济情报来获得优势 那么在这一点 他认为未来西方公司 会败在中国手下 为什么 因为西方公司要讲究 公平竞争的规则 要遵守法律 但是中国公司不用这么做 你戴博 你是不是赞成这个看法 总的来讲 我是同一条的看法 他把美国的公司说的 也有点太美了 其实他们也会转空子 他们能够讲个便宜 他们也会的 可是同时的话 中国能这样做 可是中国的那个创新力 还是非常有限的 而且美国的公司 还是跑到他们的前面去了 就是因为他们是尊重这些规范的 而且现在这个星期非常重要的 一个一项新闻 就是那个美国的政府要投资 让全美国变为一个统一的 几乎是免费的 可以用的一个无线 那个互联网 这样子的话 会再推进美国的很多那个创新力 当然这样子的话 中国有一个可以攻击的 美国一个 更大的层面 更大点 这个也是牵扯到 那个太空武器化 这些问题都有了 可是美国 我自己是比较有自信心 就是因为我们的自由 和这些规则 虽然美国的问题多 可是在创新力方面 我们还是可以跑到 中国那些公司的那个前面去了 其实这里头吧 就是说不尊重规则 无论在哪一个行业 就像中国这种 当时有人就研究日本 说日本说 抄东西抄得非常快 可是他那个 凡是这种以抄袭 就是不以创新为基础的 这种做法呢 他最后最终损害的是自己的 比如说中国 咱们就说一个已经知道的 就是中国这个版权问题 书的版权 因为我自己是书写作者 是不是 你书的版权呢 中国现在受损害最大的谁 是中国自己的出版商 因为出去自己出版商 先被盗版了 盗外边还是慢点 还要翻译 所以这个里头 就包括中国的软件 我就跟你中国软件 软件发明人就说 他这不行 出去就被抄了 出去就被抄了 所以中国自己的软件 发展不起来 抄别人 抄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什么时候有你自己的东西呢 他就说扼杀了 整个社会创新的动力 他没有这个内在动力 但是即使是这么样 但是我仍然对于 这个新的一种战争形式 表示一种担忧 因为现在国际规则 根本没有建立起来 这个在这个新的形式之下 中国的这个行为方式 以及他的文化背景 更适合于这个新的方式 就是说他不遵守规则 玩阴的 什么东西 无底线 这个网络都给他提供了 一个相当的方便 我想在短期内 不值得乐观 我觉得可能中国的 黑客的攻击 也促进了国际立法的 这个过程 大家要尽快地 把一个规则 所以你的看法 跟施密特是一样 施密特是觉得 我认为是非常危险的 对 中国是最危险的 而且你看像这个纽约时报 把温家宝的家族的财产公布了 那很显然是有国内的人帮忙 甚至是党内的人帮忙 提供信息 这时候那个使得 现在当政者都非常紧张 因为温家宝的信息可以拿到 那胡锦涛的也可以拿到 习近平也可以拿到 所以他不知道是拿到了谁的 所以他现在成为一个 一致的行为 要进行对你进行威胁 也要拿你的机密 不要太悲观 因为中国还是在一个 比较北东的那个位置 他们就是可以 转这些控制 利用别人发明的东西 而且中国的那个网络上 对美国所产生的威胁 我自己觉得 远远没有纽约时报 华尔街有报 金融时报 所有的这些媒体 现在有中文版的 对于中国的 产生的影响 对 没错 这点我相信 这个你可以有自信心 我就举一个例子 中国自己 咱们就说用中国的例子来看 你说中国政府在国内 我就说不是黑客 就是政府来控制网络 它都控制不过微博 这个世界 所以中国就说 爱好自由和这种信息交流 和遵守规矩本身 是能创造非常大的动力的 有些小动作在后面 它可以做一些 有一些短期的这种收益 但长期来说 我们来听听破空的看法 对 我觉得那个谷歌总裁 斯密特的 对中国政府的一个指控 是非常恰当的 他说这种网络攻击 和网络窃密 是一种国家级的犯罪 就是通过这种网络 就是中国政府 不惜通过网络上的犯罪手段 来获取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 这是非常不道德的 我想这跟这个价值体系有关 像美国是坚持民主 人权的价值 总的说来讲究公平原则 而中国政府 它是主张独裁和腐败的 所以说它这个 做起事来也不择手段 我想说的是 中国政府在做这种进攻的时候 实际上显示了它的不自信 或者是一种恐惧心态 因为毛泽东说过一句话 毛泽东说 法西斯政权的成功建立在什么上 就是不断的进攻 它如果进攻一停止 法西斯政权的生命也就完结了 我们都知道 中共是事实上的法西斯政权 甚至比法西斯还要法西斯 所以用这句话来观察 中共的现状非常能够理解 就中共它必须进攻 它就像毛泽东时代 它用阶级斗争来进攻老百姓 到了邓小平时代 它不断的镇压来进攻老百姓 那么同样它对国外 它也要不断的 网络封锁是一方面 是防御 但是网络攻击 它要不断进行 否则它就没有安全感 它就会觉得 它的政治生命甚至可能终结 好 我们今天有关这个网络战争 还有没有各位 还有没有要补充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我想随着以后更多的事情曝光 我们还可以讨论这个议题 那么今天有关这个网络战争的话题 咱们就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 美国是否应该让非法移民合法化 请您不要离开 感谢观看